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大家對於墮樓 有甚麼理解呢 中國其實最近每天都有人墮樓 而且墮樓的方式也有不外乎幾樣東西 要麼 跳樓 厭世等等 現在 大陸已經是有人站上天台 殺全單 他不是墮樓的 他是派全單 以後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特意上每一個天台 防止有人在立交橋 掛標語一樣 防止人在上天台 可能連墮樓的人也會減少了 到時會派一些公安 便衣在天台上盯著 誰上來就立即抓住他 連自殺的人可能也會減少了 這個只是說笑而已 剛剛有一則新聞 就是看到有個金髮的男子 也是年輕人來的 那麼他 就是 在一個大廈的外面 成二三十樓高 扶著東西 但是 拍攝了大約十幾二十秒之後 他因為可能 不知不夠力 體力不夠的 就跌了下去 最終就死了 因為那裏周圍都是高樓大廈 所以很多人就拍了影片 網上有大量的影片 好了 揭發了這件事 原來是因為 就是 被人捉奸 那麼他就要躲避 這個 情人的老公 這件事 其實這類的案件 發生了很多很多 因為要躲避 別人的老公 打了赤膊 很多人是赤膊的 甚至乎 其實她是全身沒有穿衣服的也有 這次那裡有 黃色的長褲 但是 看見他的頭部是金色的 有人 找到這個人 其實他是一個 大陸國企的老種的兒子 而且 有健身的很健碩 但是 那個健身照 即是在Twitter上面 健身照 和他 他在大廈外的樣子其實有點不同 我就懷疑 不是同一個人來的 這次主要是他偷吃的對象 就是一個有夫之夫 他就是一個 電視台的主播 其實是山東的一個 電視台主播 Twitter上面 那個貼是這樣寫的 濟濫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小如兒 本名叫張欣宇 出軌國企老總的兒子 被老公現場抓住 結果 老總的兒子就跌死了 如果是真的現場的話 那他爬出去做甚麼呢 既然現場的話 不如大家直接在這裏講鬧吧 這件事我就覺得有點QK 當然 未必是 即時抓到奸 肯定是老公回來啦 你快點爬出去啦 但是那麼高那麼危險 爬出去 你老公真是來到的 夠膽就夠膽認 大家就當面講訴 賠償 道歉 看看他想怎樣 我覺得這件事極為不尋常 本身他是國企老總的兒子 有一定的力 而這個 這個女主播 實際上 他老公好像是一個教師 無權無勢 怕他甚麼呢 大陸人其實一定不會怕的 你也沒有後台 我怕你甚麼 大家直接講訴 你老婆我就看中了 你要是給了我 或者他可能想 享受偷情那些快感 不然 他沒有必要 逃跑出去 逃走 那座大陸那麼高 你走不了啊 這段影片 拍著也挺可怕的 拍著一個男人 沒有穿上衣服 穿著一條黃色的褲 但是從他那個 皮膚的顏色 頭的顏色 以及他的身形 絕對不是Twitter 報那個大隻男 我們找了那張照片 他報了一個男人很大隻的 但是我覺得 肯定不是這個 因為這個大隻很多 相比那個 那個 那個 坐在外面 墮樓的那個男人 其實我覺得不是同一個人來的 好了 這件事 其實 真是 鬼異之處就是他 做得國氣老中的兒子 通常有些底氣的 不會那麼輕鬆爬出去 而且還是年輕人 跟你老公說話 很少可以這樣爬出去 除非 有些人會覺得 心虛 爬得槍出去 通常是有些道德責任 一定是有些道德責任 才會覺得 是不對的 你是搞人家老婆 人家老公來 不好意思看到 不敢面對的老公 但是內地人 尤其是有勢力的人 一般不會這樣做 他們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道德 不會覺得道德有問題 他們會覺得我搞你老婆 就搞你老婆 看得起你而已 之而此類 尤其是 對方 是一個沒有後台的教師 有後台不用做教師 所以 做教師不是完全零後台 但是後台一定不夠他硬 不夠他國企老總的後台硬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覺得這件事 可能真相就未必是這樣 有機會 就是撤局 會不會是有機會 就是這個女人想飛去 撤局 說我老公來 你快走 就讓他在外面掉死他 不過 出了人命 就很糟糕 大家想一下 國企老總死了的兒子 是不是會報復呢 是不是會找他算帳呢 那麼究竟那個 人是不是真的是那個人呢 因為未必是同一張照片 他可能就不是國企老總的兒子 如果是 我們要等這件事 再深入一些玩笑才可以看到真相 以往 發生過類似 很多這些案件 就是因為那個男人 即是那個姦夫 逃避別人的老公 結果爬槍出去 有些兩三層高的那些未必會跌死了 這個幾十層樓一定會死的 有些兩層高的別墅 最多是 咬柴而已 我看到其實也不是的 三層樓也會跌死人 是不是 所以呢 這件事是沒有 定律的 我們主要是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們要想爬槍走呢 是不是 有一件事 就算 那個男人來到 你跟他面左左 他也不敢殺你 可能打拳頭架 你那麼大隻 你怕他老公 是不是 這個肯定不怕的 所以呢 有時候 我們也要計算一下風險 如果 七零萬一 各位聽眾遇到這種情況 當你跟人偷情的時候 其實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去面對 當你直接去面對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很多方法去解決 起碼 那個下場就不用死了 爬出去的機會 死的機會很大 是不是 這件事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風險的問題 當你 有機會去解決那件事的時候 那就要提出解決 人家要你賠錢就賠錢 道歉就道歉就道歉 可能他老公不敢亂來放你走呢 你有得打拳的嘛 除非你覺得很衝動 老公會拿刀來拼你 那就先拿刀 大家有刀 大家放下刀 我講起 我在Twitter看到一個故事 很好笑的 他說兩個人 鬥得很厲害 他經常打架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武功 可能沒有辦法壓倒人家 結果 他就去買了一本秘笈 葵花寶典 自工之後就練了神功 武功功力大進 結果就約對方出來隻手 結果 又是打成平手 為什麼呢 因為對方原來也是買了葵花寶典 大家都用了錢去買了一本秘笈 自工 揮刀自工 結果打成平手 沒有辦法 把對方壓倒 這個就是中國的內卷 大家互鬥 最終 大家都消耗 這個力量 什麼都做不到 也沒有任何的進步 中共其實就是 處於長期的內卷 大家想想 國內經濟不好 你還要浪費那麼多錢 毀壞別人的果樹 水仙花 植物 所有的農作物 被你全部消滅了 強行離開 人家可能就快修成 你也不理會 粟米田也慘了 什麼都慘了 香蕉樹也慘了 全部種水道 然後 把水道種上山 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也是在 白費內卷 一個 做防疫也是 做了三年核酸 接著打了沒有用的針 全部都在內卷 每樣東西都是浪費 浪費金錢 浪費時間 做了一些沒有任何得益的東西 還是對自己有損害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 大陸是專門做的 說回竹奸的問題 其實 偷情 社會經常都有 你看台灣新聞 經常有很多陶式新聞 大陸也是 其實這些新聞我們看過不少次了 這次 我們就為甚麼會拿出來說呢 就是覺得這些新聞太多太多了 我覺得有需要 討論一下 尤其是 Twitter裏面那張照片 我覺得不是同一個人 就算是同一個人 那個男人年輕力壯 你怕甚麼呢 如果真的是國企老總 更加不用怕 如果不是 身份又是甚麼人呢 現在最終曝光的就是這個女主播 製南電視台的女主播 身份也曝光 那麼究竟 真相是怎樣呢 我們 看看有沒有跟進報導 因為大陸有很多新聞 其實未必有跟進報導 很多事情是不了了之 這宗算是炒得很熱 因為 被通姦 搞出人命 不值得的嘛 通姦你為了玩而已 付出一些代價 代價不是要死的嘛 我想告訴大家 很多問題 大家要想辦法去面對 只要你願意去面對 有機會是一個比較和平的方法 或是一個損失減到很低的方法 去處理了 這個 也是一個危機管理的 其中一件事 所以 這位金貓這位男子就沒有辦法了 下世來過了 但是我們有很多聽眾 我不是說你去通姦 就是面對很多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可以有辦法解決的 想多一點 就有機會直接解決 或是直接面對那個問題 不要逃避 這個我覺得 是最 輕鬆容易解決問題 你反而 不會產生那麼多支節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收藉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取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我們都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